你們只規劃 這個數位發展部的壽命 到明年年底是嗎 貴部是到明年年底 就要打烊要結束了是嗎 這個部成立的時候 它的組織編織 你應該知道吧 你設計出來 是900多人 你現在的星光 加上鹽瓶難路 裝得下嗎 要非常急才能裝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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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坪的鹽瓶難路 是250人 然後星光是1653坪 更小但是要350人 所以第一個 你們現在這些數字 都還在玩魔術遊戲 都不是真實 因為我們的機房 比較小的地方 裝比較多的人 比較大的地方 裝比較少的人 既然是中繼 為什麼要花 要花到3240萬去裝潢 你剛就時 就花了這麼多的 不應該要花到工廠 你請你要注意 工廠不是這樣花 主席請部長 好 請唐鳳 唐部長 好 請唐鳳 唐部長 我們先不談數位發展部 未來到底有多少爭議 我們先不談數位發展部 未來到底有多少爭議 我們現在先從 這個您登場 今年數位發展部編列明年的預算 原額大概598人是嗎 是 那現在明年年底 所有倒資的人數大概是多少 當然我們編列598人 就盡可能就是達到598人 好 那現在你們辦公室在哪裡 我們目前物本部是在延平 就是在小南門那邊移民宿隔壁 好 移民南路 那現在延平南路目前現在有多少人在進駐 我們目前全部的原額裡面 大概我們現在兩百接近三百人 大概只有一半多一點在延平 其他都還分散在 好比像說行政院院本部的資安處 本來的位置 所以他們要回到延平南路嗎 對 我們一旦星光裝修好之後 那我們在年底左右 資安署就會移動回延平南路 那星光有哪些進駐呢 星光主要是以產業署為主 那當然還有一些相關的 跟產業比較有關的一些司 也會配合產業署進駐 產業署現在還沒有人員在數位部嗎 產業署目前全部都還在用風雨大樓 就是等於一個借駐的大樓吧 好 那現在要移過到星光 星光 是的 那現在我想大家包括民進黨 也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用這麼高額的經費 請問一下 星光大樓的租約到什麼時候 我們是可以續約的 但是第一期是大概一年半的租約 所以就要明年年底吧 明年年底 你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進駐 今天 才剛裝修完 今天 你們今天要進駐 對 今天要進駐 那所以實際使用大概是 實際使用大概是多少天 但是就是說 多少個月 等一下 因為這個租約是可以續約的 所以我們就是到華光的那個 就是永久的地方之前 沒有關係嘛 你這個租約 我們先談這個租約 好喔 續約是另外一件事情 對 好 那是不是我們麻煩產業屬於 沒有沒有沒有 你這個就可以回答 我來講 你不需要叫他來 是 所以我們的租約是一年半嘛 所以就是 到明年年底 到明年年底 所以從現在算起來 一年兩個月左右 所以大概是14個月 那多少租金 就是6000多萬 7000萬 7000萬 所以14個月 7000萬的話 一個月500萬 在那個地段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誰決定要在那個地段 當時我們在行政院是公開招標嘛 在我們實際的需求提出來 因為本來是 你們實際的需求是多少 我們實際的需求就是產業署 那一直到明年年底 所需要的 以及跟產業署相關的各司這樣 你們只規劃這個數月發展部的壽命 到明年年底是嗎 所以才可以續約啊 所以大概如果華光的時候沒好 貴部是到明年年底就要 就要打烊要結束了是嗎 我們當然如果到明年年底 有更好的其他的地方 國產署如果給我們更好的地方 那為什麼你們不能好好的 規劃一個比較長期的 請問貴部實際的編制員額是多少人 我們就是598人到明年年底啊 那是預算員額 你們整個國家編制 你最後是到多少人 這個可能要請人事的同仁來回答 你當部長不曉得 貴部未來最大可能的編額 請 跟招委報告 我們部跟兩個屬的那個編制編額是976 另外在組織法上面有聘用各 共100人合計300人以上報告 合計多少 就976人 976人好 976人那部長 這個部成立的時候 他的組織編制你應該知道吧 當然因為是我們參與設計的啊 對那既然是你設計出來 是900多人 你現在的星光加上飲品難路 裝得下嗎 要非常擠才能裝得下 對 非常擠裝得下 意思就是說以後不用再租了是嗎 不用再租其他的 我們的目的是在華光那邊之後會有一個和屬辦公的 可以放得下相當多人的地方 那現在因為華光那邊還在籌劃還在建設 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使用星光叫做中繼 就是在中間去讓他能夠有地方辦公這樣 那為什麼不直接在你的招標過程當中 就把未來的編額都已經放進去呢 因為我們當時考量說到明年年底 說不定有更適合的地方可以去 所以一個可或許有更適合的地方 你現在這兩個地方根本塞不下這麼多人 900人很困難 900多人根本就塞不進去 所以星光大樓才1653坪 照人事處的講法是要塞350個人 現在銀坪南路1956坪 各條200坪的機房1756坪是250人 所以這個數字就很奇怪 1756坪的銀坪南路是250人 然後星光是1653坪更大更小但是要350人 所以第一個你們現在這些數字都還在玩魔術遊戲 都不是真實 因為我們的機房 比較小的地方 裝比較多的人 比較大的地方 裝比較少的人 好 不管你怎麼裝 請問一下 既然是中計 為什麼要花 要花到7 要花到3240萬去裝潢 這個才是大家最質疑的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去裝潢 他交給我們的時候是空的 包含家具等等都沒有的 那嚴頻的情況則是 其實NCC才剛裝潢過 台北市要找 比這個更大的 比比皆是 就是你們當時招標的規模 為什麼用這個規模去招標 因為我們到明年年底 是實際運用的就是598人 雖然我們的編制員 而如委員剛剛所垂詢 所以才可以中計又花了3240萬去裝潢 這個是今天所有人質疑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部長你剛就職就花了這麼多 都不應該花的公帑 請你要注意 公帑不是這樣花 再過來 電信三雄從NCC現在移到數位發展部來管理 現在5G的部分 包括這個中華電信遠傳跟台灣大 現在覆蓋率超過50%的有多少 鄉鎮 如果是以中華電信來講的話 應該只有金門烏丘沒有到 中華電信 以中華電信來講的話 覆蓋率低於50% 是 確定嗎 您剛剛提到的是5G的基地台嗎 所以5G它能夠服務到的各個鄉鎮等等 電波人口覆蓋情況 覆蓋率低於50%的鄉鎮有多少5G 剛剛委員 對不起 我剛剛再確認一下委員問的問題 您講的是說任何一個鄉鎮它5G的電波都有到有涵蓋 他說在那個鄉鎮裡面它的涵蓋率超過50% 本席還會再來問你 是 我現在先告訴你 5G到現在 超收了980億 這980億 第一要怎麼回饋消費者 第二 既然超收了這麼多錢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 讓所有的使用率能夠提高 使用要如何提高 一定是對所有全國鄉鎮的覆蓋率 必須要 必須要 非常的 這個數字要非常的高 讓大家才能夠普及來使用 簡單講 現在電信三雄 現在全民使用率大概多少 他的戶數大概多少 我想要先跟委員溝通一個觀念 就是說 對於很多偏向離島的朋友來說 他比方說他們遠距醫療 我們也是運用 委員剛剛提到的 就是5G相關的建設 來補助衛生所 文件站等等 那因為他們的醫療需求 並不是自己在家裡用視訊醫療 是他們的習慣 而是在衛生所或文件站 有專業的人員 現在業者已經 在讓消費者來申請5G的手機使用 現在使用的人數是多少 為什麼使用的人數不多 就是剛才我講的 為什麼使用的人數不多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讓大家 大家會去使用5G的手機 這個部分數位部應該要去思考 我們超收了人家這麼多錢 980億 是 接下來要怎麼樣 讓這個全面能夠普及化 是 部長下次本席還會再問你 請你把這些數字準備一下 謝謝 小朋友 非常厲害 請再給錢 これ再給錢 請大家 請